歡迎大家來到Simple A Class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要選一條公式 因為只有一條公式 所以要寫這條公式 然後Define 什麼是Constant 在這個Case裡面 之後把Constant移除 把它組成Proportional的形式 然後根據Proportional的形式 寫這條環境 然後就看看 你的呈現圖裡面有什麼Data 然後再塞進去 這樣就可以計算了 我想剛剛的內容應該幫到大家不少了 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 歡迎你們留言問我們 如果想知道我們最新的資訊的話 就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拜拜